如果今天舉行,我覺得實際上可以確實是很適合的 因為太慢了,如果可以快遷就很快 如果一定要準備好一個大大鬥都覺得OK的時機,那個時機就會不會到來 一、兩、二、目前的交流速度擴展至緊密,甚化的程度是快 在地球上的任何兩個政治體制,如果又有這種關係 而高層甚至於高層所代表的政府之間 人家戴著手套在握手,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覺得對於不管是最高層級的麻糬的見面或者是其他的政務、政務官層級的見面 我覺得只要從一個正常化的角度去看待 然後我都覺得他都是健康的,都是值得、值得共鳴的 然後我們可以嚴密地去監控他整個過程,希望他健康的透明 任何對於就是政府滿層、對馬英九有不信任的人 擔心被他、被他出賣的,可以聽得緊一點 我相信目前台灣的社會體制跟政務的關係 要有什麼做的意表,或者完全在大大監督之外的這些所謂的奕約人之間 2013年已經過去了 對台灣來講這不只是完全失敗 對台灣來講其實多位都是充滿挫折的意義 這意義會不會是台灣的萬年十五年 萬年十五年是黃文宇的作品 這個大歷史的作品,在萬年十五年這本書的時候 他的成品作 他的萬年十五年無非再告訴大家 在明朝末年的整個,就是說韓式王朝的衰敗 其實並不是一直到整個流寇興起,然後到滿年進城之後 實際上也在萬年十五年這一年 許多的整個不只是漢王式的衰敗 而是整個整個中國兩百、兩百多年、三百年的衰敗 在那一年當中都已經蠻蠻蠻下的更遠了 2013年又是,我們該講 但是有一些的,尤其的勢頭,看起來有這麼一點的味道 比如說對主政者來講 2013年本來是訴求改革的一年 那從2012年當選之後 蠻久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是 他股市開了幾條非常重要的 而且每一條都不好處理的戰線 不管是證書稅,不管是油電價的上漲 或者是美牛的進口 這些每一個體體,台灣的正美環境來講 任何一個議題都足以造成執政者、執政黨重創 任何一個執政黨其實要單獨處理 疑似處理的一個議題,恐怕都會捉襟競爭 但他竟然同時開三條戰線 而這三條戰線除了美國最後db.com的過完以外 其他的其實都留下了很大的後遺症 到了2013年的時候,其實慢慢的 因為2012年才剛好有690萬票、996萬票 再度當選的領導人 顯然並沒有暇起選票去優勢 而擁有很強的執政的動能 他慢慢失去了政治的阻擋力量 這個阻擋力量的流失 對台灣來講的影響是深淵的 那他不只是剛剛就說民眾所有委員說 我們所一直在關切的 台灣現政體制上的問題是確實是一個大問題 但是蠻久大概注定成為在台灣的總統民權以來 20多年的時間裡面唯一一個民修憲的總統 他甚至連題都沒有提過 那這大概是已經是注定的 但不需要期待未來的兩個人 以馬來就的性格 或者以目前的政治的氛圍 台灣有修憲的可能性 下一任的總統不管是誰 有沒有可能 我個人都很存疑 以目前現政體制的僵局來講 他除非台灣能夠有一個巨大的故事 要有一個非常超乎尋常的互信 才有可能去開始啟動一個修憲的進程 去推動一個大家在目前幾乎都已經感受到的 在現政體制的合理化 撇開這些因素不談 因為他確實渴望而不可及 那如何在面對未來的現局 在現政體制的活動的情況下 對每一個領導人來講都會非常有困難 2013年整個的政府看起來已經是被現政評議中 怕已經沒有能力 像2012年去創造疫情 即使這三條戰線開得極有風險 就像是在一個戰場上面 一條戰線要骨固 然後要工房都很困難 兩條戰線幾乎都支持共同的三條戰線 到了2013年的時候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政府本身不但沒有辦法在自己開的戰線上面 去保持勝負 甚至於在被動的在因應的許多新開的戰場上面 他幾乎都會主在一個坐進見逐的情況 不管是在談到有關於嚴禁事務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火發的 比如說紅豆丘的事件 比如說市民風暴的問題 來自於馬英九大家認為他是主動跳起 但是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是馬英九 你的性格 你的價值觀是馬英九 你坐在那個位置上面 你看到人家只能用文件 如果你站出來做這樣的動作 那我們就會說他不是馬英九 他的個性 大概 他的價值觀 大概幾乎已經保證了 只要密份的文件 黃世銘的密份監聽的意吻 到了馬英九的面前 馬英九要不做反應是不可能的 而之後所引發的風暴跟政治處理上面的失敗 那這個是馬英九的本身 你可以說是他造成的 但在當下 他幾乎沒有不反應的可能 這兩個事情對台灣來講 當然會有些影響 但是我個人認為 這個是政治上的重要 它不是歷史上的重要 那對於歷史上的重要來講 在於這個政府在2013年呈現出來的事情 他沒有主導議題的努力 這一點也幾乎被浪費了 那在因應各種的危機上來講 尤其讓大家覺得很挫折的 是在經濟上面 因為去年的這個時候 幾乎所有的國內外的 官方的 民間的 產業經濟的預測都合觀 去年的這個時間 比如說我們在座的 像這環球經濟社的社長 這座的林社長 當然應該都還記得去年 其實不便來講 估計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都在三年以上 樂觀一點是死2013年 反而對股市的預期指標 我看到一些外資機構 因為去年的股市的預測很少超過8000點 但是你回頭去看的時候 兩個預測都不準 股市比預期中要好得多 但是經濟上比預期中要差得多 去年對台灣來講 我覺得最大的致命傷是 台灣的產業界讓我們失去了方向感 失去了過去幾十年 台灣企業在整個台灣經濟崛起的過程當中 在第一線 感覺上面面對到任何的國際的競爭跟挑戰的時候 很有企圖心 同時很感應性面對風暴 同時在面對風暴的時候 總是有一種捨我期 而且最後的結果基本上面 東吳大部分都呈現出正面樂觀的結果 跟那種氛圍有很大的狀況 除了過去台灣花了在半導體產業之後 花了非常大的力氣 幾乎可以說由政府在半阻擋的情況之下 所推動的兩兆雙金產業 幾乎可以說都已經崩溫崩潰了 其中一兆就已經崩溫了 面板產業其實基本上也不是養人鼻息 台灣去年幾個產業 明星的產業要做的第一 陸陸續續的中強 四個第一都中強 從紅大電 台灣的手機的第一 從其他的這些所謂的消費性電子產業 從這個紅金 Azer在傳統的電子產業的第一也中強 從食品業的第一抗師傅中強 從豐測產業給大家聽月光 因為污水事件也中強 這些事件裡面 有一些是屬於競爭界本身的紅大電 或者是紅的東西 有一些顯然不是 有一些它不然可能犯了一些錯誤 比如說這些的光 但是它很明顯的可以正式消費 消費了之後 往往台灣的媒體 台灣的正式 對於類似這樣的一個新聞的時候 對於產業界 經常都是有這種十萬中期的方式 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對於說所有的這些 涉及到某一種的可能錯誤 或者是懷疑的弊案當中的企業 幾乎是會有前面的巴掌怕 但是之後呢 今天康師傅挺心又怎麼樣 忽然他受傷了 但是事後我們有一個明確的結果 沒有 日月光 感覺他們幾乎上逼著日月光要慣常 可是今天又如何 也不過一個月前的新聞而已 大家都是用這種草率的方式在處理 這種非常的草率 一時信頭上的所謂的重大事件 其實從結果來看都不是重大事件 它幾乎都是一種草率的形式 便宜的新聞媒體的消費而已 它對臺灣來講 它確實會不會造成 不管是企業界本身的自信心 甚至於企業界對於這塊土地 未來當它要再砸錢進行投投資的時候 面對到 非經濟的風險的時候 我認為 我認為七月界在過去一年裡面經歷過這些事件之後 在派遇上面跟自信上面都會有很多的改變 二零一一三年不管是政治或者是經濟 好 我們的事情 對 它是一個錯誌 可是就像是前幾天 我的憲法老師胡佛教室寫寫寫文章 有一個願意願事寫完了之後 似乎就沒丟到垃圾桶裡面 它只在告訴你 這件事情 在當時的馬英九 不僅在價值上面沒有錯誤 在制度的處理上面也沒有錯誤 但是沒有討論 我不是胡佛教 一定對 但是台灣在處理這些議題的時候 經常就只是消費網了這句話丟一遍 新聞六頭過了之後 不管有人發出怎麼樣的聲音 幾乎都不會在一起做的事 就像洪仲舊事件一樣 固然大家今天嚴必稱白善君如何如何 我覺得白善君即使今天回頭去看的時候 比我當初看的時候更荒謬 白善君以及在當時所訴求的事實 今天你看到的就是民間法庭的 到現在為止的調查 就是說檢查機構的調查 跟目前初步審理的一些過 沒有一個脫離當初軍審的初步的調查的內容 有什麼奇怪的 當初傳說中的 就會聲會引的一些弊案 陰謀沒有一個正式的證明 我們也就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 軍審這麼簡單的就廢了 配套都還沒有 同樣的 兩個國防部部長就沒有了 其他事外的人 你不要說什麼清白容易的也都沒有了 那這樣子的一個社會動員 不管你穿上什麼樣的衣服 對這個社會來講也有什麼意義 2014年 讓大家的期待可能又又很高 每年都是一樣的 到年頭的時候大家都很高 但是這一年 我覺得也許甚來已經覺得最後一年 我說最後一年 幾乎可能有一些非常主持人的看法 但是今年會議的話選舉 或者會影響到臺灣的主體的未來 我覺得非常大的 還是在臺灣最重要的權力 總結上面兩岸關係 今年我個人就認為 他一定是一個兩岸的大政治委員 就是他是一個大政治委員的處理 他不在於簽一些什麼個別的協定 或者說一些想的一些 互動上面的能量的真正 並不是 而是大政治的處理 當然就像剛剛所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說 馬席會今年實際適不適合 可能很多的民調 很多的民眾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可是從一個主政者來講 俗話英九的聖教的任期來講 今年最適合 別人當時下一任 你從老百姓來講 跟主政者是不一樣 那二十年就覺得沒關係 叫做下一任處理就好 可是從一個當下的主政者 剩下來講能夠的任期 今年最適合 那王毅齊跟張志軍見面之後 當然王毅齊跟張志軍能不能夠很 如大家期待的 在二六段的時候能見面 在福茂信義沒有簽署的情況下 我個人就認為有變數 沒有一個福茂當作是一個男生 當作是一個半生 你要去見面其實很明顯 要談些什麼的問題 但是如果說福茂簽得下來 那張正軍跟王毅齊見面 今年我覺得馬習慧固然還會有一些的風險 但是對於北京來講 同樣要負有很大的風險 這個風險就是 如果今年兩岸的大政區 沒有辦法得到一些突破 明天以後 我會認為國民黨或特別是馬力求征服 在兩岸關機上面的助理會轉軍保守 這個轉軍保守 對於習近平 對於北京來講未必願意見到 因此在這今年 兩岸在摸著石頭貨殼 也看得就已經快到岸了 雙方便有沒有機會在這時候突破 以台力下的氛圍來講 我覺得我突破的可能性一大一大 我不敢說非常棒 因為對於齊哥號的這些影響意識形態 會有問題 大家都還在撞槍做不做事 但是我覺得除了這些齊哥號的問題 其實不過在一面之間而已 這一面之間 兩岸其實都已經開始有一些減號的動作 不管在台灣方面 在野黨的態度 開始有一些比較相對來講 溫和、有彈性的做法 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進展 從兩個關係的角度 對岸來講是一樣 也應該是有一些比較的彈性的聲音 如果兩岸的大政治能夠得到一些助理 它對於2016年的注意化就很大了 同樣的不只是2016年 如果今年的兩岸的大政治 高層的政治政治有所突破 它對今年選舉的組織也會有很大的影響 雖然是地方型的選舉 但是因為今年的兩岸的政治會非常非常低 不管是這邊人或是附近的人都會非常非常的濃 因此今年的選舉 兩岸的政策的因素 兩岸路線的影響 也會影響到今年七和零的地方的選舉 經濟的變數很多 去年二、一、三年 會不會是台灣的萬年十五年 就算今年有沒有扭轉的機會 不管在經濟上或政治上 我認為今年都很有很扭轉的業 很有轉好機會 有種既然是勝利的 我們有所謂的機會 有項目的 我們是否認識到 我們是否認識到 你不認識到 我們是否認識到